中美大战 不知道最后谈的什么样子 但是呢我今天想说一下的事情 就是中国和美国干架界跟我们葡萄牙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吧下一个月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关心葡萄牙战士的话 真的要好好看一下 因为下个月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Synisch就是Synisch那个港口要招标 因为2012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买了一个 它应用Synisch有四个港口 四个还是五个 反正总共有几个港口 然后呢其实说Synisch是在国际上面来判断 是未来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港 因为尤其是对美国来讲 对中国也是一样 从美国 因为以前美国 你知道那个巴达马运河吗 就是它是整个一条航线 从那个港口上来说的 而且美国在葡萄的亚索尔有基地的 二战的时候这个亚索尔的基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是美军到大西洋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所以说你要是看这个地图上面来讲的话 Synisch是一个非常深水的港 它其实比荷兰啊比亚斯特这些都要好 然后如果从巴达马运河过来 然后过大西洋 然后到Synisch 它是最快最棒的路线 就是葡萄牙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垃圾小穷国 所以都一直没有开发这条路线 所以你要看它 现在这个Synisch 就是有一个规划要将它开启出来的话 尤其是对于南美 对美洲到欧洲来讲 就是如果是因为葡萄牙的内陆 要是发展得好的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火车路线呢 这些整个交通能跟上的话 那么这个在未来的50年之间 可能会成为欧洲第一大港 当然我们葡萄牙的政府办事情 那种垃圾水平 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它是非常好的 就是得天独厚 因为Synisch的水是吃水量很大 它可以停泊很牛叉的船 就是可以取代 从亚洲过来的话 实际上还是走那个 就是从地中海那边过来 会更近 从印度洋那边扫过来 但是呢 如果说你想想 如果从亚洲过来的船 过那个 到了 过地中海 过直布罗陀 上Synisch 也是很近的一个 总比去荷兰墙吧 比去荷兰墙要近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然后大家都还是很 尤其是中国和美国 在这件事情上 是一个基本上算是势在必得的一个控制欧洲大门的一个入口 所以这就导致 我看大家好像就是国际上也好啊 就是很多新闻上面关心这件事情能比较少 当然可能因为跟葡萄牙的这个本身 国际影响力有关系 大家都没有怎么再看 因为毕竟亚洲有那么多问题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件事情呢 倒算不算是敏感话题吧 但是接下来真的要好好看一下 因为葡萄牙的官员是非常非常希望美国能够拿下这一次的招标的 因为这招标会就是在下个月了 昨天还是前天啊 葡萄牙的这个主席就跑去公开说 就跟美国说 非常希望能够美国能够 美国和美国的伙伴公司 他说不光是美国 美国和美国的伙伴公司能够拿下这一次的投标 我相信他了 你作为一个招标会的委员你可以这样讲的吗 但是 但是就话又说回来 现在这个世界就必须要站队啊 不站队的人都死得很惨 你看一下韩国前两天不是会搞的什么样 他就是不站队啊 我昨也不说是 又也不说对 所以不搞的很惨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 现在这个 两个大国干架的年代 大家都出来站队了 慢慢的站队 尤其是今天啊 今天欧盟还宣布了要那个制裁中国的几个官员 他们还没有那个叫什么最终的宣布 但是基本上已经内部会已经过了 可能二十几号 二十二号吧 今天二十号 二十二号的时候会宣布 具体的制裁的一些项目啊什么的 嗯 你看一下葡萄牙那些人投票的那个记录 百分之百的通过 全部都投了支持赞成票 所以 你看欧洲人选对战 这是一个伪命题 他怎么可能选中国的 对吧 早就去美国那边了 所以 但是我们 中国已经 中国是已经在新的买了一个港啊 当时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2012年的时候就买了一个了 但是 但是那个是就是那港口里面不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最好的那几个摊都还没有拿出来拍卖 就是没有拿出来招标 因为招标它会有一系列的东西 不光是港口啊 就不光是那个口 然后它还有 还有涉及到配套仓库啊 还有铁路的建设啊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工程 因为 因为整个的计划是要把新的是建成欧洲的 至少要比阿姆斯丹或者路特丹要更重要的欧洲的西海岸港口 所以 这件事情过去的话 因为其实我据我所了解的 当时中国是想设计一条路线 是拿下巴拉曼运河的改建权 因为巴拉曼运河实际上并不是很大 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但是它的吞吐量吃水量 我这个词我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它的那个深度不是特别够 然后运河的宽度也不够宽 所以巴拉曼运河要过的船 不是很一般 当时我记得是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吧 有项目就说要扩建巴拉曼运河 巴拉曼运河是英属的嘛 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问题 最后巴拉曼运河的扩建项目就搁浅了 而且就是中国整个退出来 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回报 完了以后 巴拉曼运河的控制权 还是在英美手里面 如果说现在呢 当时如果 当时为什么就是来西纳西 因为巴拉曼运河跟西纳西 实际上是在 基本上是直线嘛 从海运上面来讲 这个可以整个缩短 如果从巴拉曼运河过来 如果从中国 如果我们从亚洲运东西过来 可以直穿巴拉曼运河 到欧洲 那这条路线 比现在用的那床 惯用的这条航线 要节省很长的时间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 所谓的45天制 这个海运 然后如果是从巴拉曼运河过来的话 可能就可以减少到20天 或者是25天左右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的 说的不对不要打我 大概就是这样吧 但是现在 所以说当时就拿下了西纳西 已经开放可以做来 被投标的这部分 后来巴拉曼运河停了以后 巴拉曼运河这边没有搞成 因为当时 因为我们中国的部署 还确实是挺挺长远性的 他不会只看这一点 然后整个的那个 整个的路线他也会看起来 但是巴拉曼运河停了以后呢 项目停了以后 这边也没有再进展 但是确实已经拿下一块来了 反而是这件事情呢 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因为大家之前 都没有怎么再看新的 是葡萄牙这种小国家 葡萄牙你要给你一个基础知识 葡萄牙是全欧洲唯一一个 只有一个邻国的国家 所以从交通上面 大家并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他本身的铁路 也不是很发达 他所谓的快车道都没有多少 快车道只有 只有里斯本到波尔图有快车吧 阿尔法能开到法路吗 阿尔法好像能开到法路 反正就是交通很差了 因为人少啊 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一千万人 交通搞得那么好 真的是没有必要 大部分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人 你就真的 你要是开一个车在葡萄牙 这样逛一圈的话 你就是 天里无人烟啊 就是烟滔千里 人难求的那种感觉 你想想一千万人是什么概念 我们老家 一个城市 都有两三千万人 这里 一个国家 只有一千万人 人口还在负增长 你说 就说回到新的 所以我就说今天就是大家如果是关心葡萄牙的 关心这种中美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看这个 因为这个 就是 可能 因为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比较 就这两天不大媒体上面在讲 这个 这个点 可能是欧洲 欧盟要宣布对中国的制裁 对中国的官员 因为欧盟已经三十年没有制裁过中国了 自从 天安门的事情以后 你想 那个时候实行的这个武器禁运 制裁 到现在 这个制裁都还在有效 所以说这一次的有效 欧洲人经常就是搞一个事情 搞一百年两百年 你再出一个制裁 不知道什么时候 而且这个新的事情 就是港口的这个招标 会成为 这次制裁以后的第一个 正是要 就是所谓中美正面对港的这个事情 所以 葡萄牙人还是比较关注的 因为其实大部分时候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葡萄牙的媒体啊政府啊 我觉得是倾向性很严重的 不管是媒体讲也好 还是他们的 招标的委员会的人在讲 讲到这件事情也好 大家他们都希望美国能够拿下来 美国呢 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美国他们 人 我觉得美国那边是非常有意愿要拿下来的 但是美国人 他不是这种 集权体制的 所以他想要办一个拿下来这些东西 要过很多的财政报告的 有时候时间就会耽误下来 但是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优势跟劣势的一个正面对抗啊 如果中国要拿下来的话 那不管你谁同意不同意的 只要是我们领导说要拿下来 他就要拿下来就会全力以赴 然后大家会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一个拳头上面来做这件事情 你不管你是要什么策划也好 你的要的金融方案也好 就会大家集中力量来 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个时候优势就会出来 你要看美国的话 美国比如说 那你办了这个事情你干什么 他有很多的是战略意义上的东西 但是可能近期是看不到成效也看不到钱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要政府出来办 要国家来办 还是要私营企业来办 私营企业 如果你短期内看不到钱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你国家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本来美国这种商业行为的东西 跟国家也不是太大边的 他从战略上来做 那么国家要去支持 支持要出政策来配合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问题所在 你想拿下来 OK 欧盟也希望你拿下来 葡萄牙政府也希望你拿下来 包括这些商家也希望你拿下来 很多 但是实际上 到了具体操作的时候 你能不能拿下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看 看一看 蛮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下个月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关注这个新闻 拜拜